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晃就有好几天没有做视频了 今天呢不仅仅我自己上来了 还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位朋友 就是我们全民共振团队的西哈诺 西哈诺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咱们跟大家聊点什么 我们这样吧 聊聊今天发生的事情吧 好吧 好 一个是911 18周年的纪念日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两个重量级人物 今天丢了工作被炒鱿鱼了 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大家觉得怎么样 美国的是博尔顿 中国的是哪一位呀 那个中国的首富马云 哦马云 中国的9月10号 中国的9月10号 他正式的把这个阿里巴巴的董事局的这个主席辞掉了 但是这个辞掉好像也是被迫的 那我们先来先讲一讲911的事情 这两天其实在美国在全世界都有很多人都在纪念911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这样相似的活动来纪念这些死去的那个冤魂 但是呢 关于这911啊 其实他也透射出这个我觉得啊 他也是背后也透射出美国在这十几年的这个战略有一些变化 我也是有同感 我也是有同感 911以后啊 这个美国民众普通老百姓的他心里啊 跟以前有明显的不同了 911之前 美国啊是从独立战争之后 就没有遭到过其他国家的入侵 其他势力的入侵 在美国本土上面除了内战以外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入侵过他的本土造成过什么巨大的伤亡 但是这一次啊 911一下子就死了3000多人 把他们的这个两座大厦给炸毁了 甚至是还有一架飞机好像是攻入了啊 撞毁了五角大楼的一部分 这个对美国人的心理上的冲击非常大 美国人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他们是得天独厚啊 啊三面黄海周围都没有强国跟他们对峙 而且他们又是本身又是世界第一强国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但是911之后这个安全感就被打消了 那大家都感觉到不安全了 都有一点慌了 这个时候啊 美国老百姓的情绪 他也影响到美国的这些精英阶层 政界的军界的这些精英阶层 最后就造成了美国的一个战略上的大调整 那美国在苏东集团的垮台之前 他们的主要的世界敌人呢就是共产主义集团啊 当然那个时候并不包括中国 中国是世界在苏联存在的时候 他们是共产主义集团的被边缘化的那一部分 那他们那个时候是以美国是以苏联和这个东欧集团为主要敌人的 但是苏东垮台之后呢 在从91年一直到911发生这十年时间呢 他们就有一个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快乐的啊 轻松的这么一个时期 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敌人就放松了啊 没有敌人结果911这一次啊 这个就给他们那提供了一个新的敌人 这是他们把中东的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把他们当成了敌人 但是这个对不对呢 恐怖主义啊 他们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个很深厚的根基 虽然在有一些国家他们是支持他们的 但是那些国家在国际阁级当中啊 他们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都是属于比较弱小的那些政权 并不能够真正的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 而美国那个时候真正的国家安全呢 这个隐患 那个时候还是隐患还没有浮现出来 但是真正美国政界的精英在那个时候 他们应当提前遇之道 有几个国家应当是他们的隐患 第一个是正在崛起的中共专制主义政权 还有一个隐患就是苏联和东欧集团的那些国家里面 尤其是俄罗斯的 他的专制主义复辟 民主并不是那么容易建成的 并不是说一处而就的 旧政权垮台了 新政权一定是民主的 民主在很多国家 他有一个这个反复的过程 有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 而这个苏联垮台之后 他的这个主体成为俄罗斯 俄罗斯如果是专制主义复辟了 那么又会对美国的这个 所主导的这个自由世界的这个秩序 又会形成一个挑战 所以那一段时间呢 这个在苏联垮台之后 一直到911这一段时间之前 俄罗斯并没有显示出专制复辟的这种迹象来 但是到了911之后 当他们美国把主要的敌人定义为恐怖主义的时候 那么就给这个俄国的专制主义和中国的专制主义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空间 所以从那个之后 德国的普京那个势力啊 是蒸蒸日上 而中共呢 他们的经济实力也是啊 这个一日千里 又为他们发展军事 为他们渗透全世界 为他们呢 这个破坏 全世界民主国家的这些政治秩序 破坏国际格局 提供了相当大的一个条件 这是美国政界的军界的一个巨大的战略上的失误 对美国这么一个全世界强国来讲 恐怖主义啊 那只是险界之极 真正的心腹大患 实际上是专制主义 尤其是啊 那个 在 这十年 中国加入那个世贸之后 那个经济 一下子通过各种手段 攫取了大量的财富 然后开始对西方世界的这种 无孔不露的这种渗透 包括对美国政界的一些渗透和收买 这是对美国为首的这种西方自由民主的这种国际秩序和价值 产生了重大的清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隐患 但是还好 现在这个川普出现了 您觉得 对呀 那个时候啊 像小布斯那个时候 连着打两场战争 就是针对恐怖主义的 这两场战争呢 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 巨大的这个人力和物力的代价 但是更大的一个隐患 就是他给中共的这个发展来提供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对 那个时候美国人全国人民 全国的这些精英阶层 他们都是关注在中东地区 没有看到中共啊 他们正在侵蚀美国的市场 没有看到中共正在运用他们的 从美国赚取的那些金钱呢 再来破坏美国来渗透美国的这个政治秩序 川普上台之后 现在才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局势扭转过来 现在呢 应当说18年之后 911恐怖袭击18年之后 美国人才真正的从这次袭击事件之中啊 清醒过来 真正的意识到 他们的最主要的敌人 是中共专制主义 对 他们把美国这个培养了大量的这种 亲共的主派分子 甚至连那个 前天纽约时报甚至还挂了一副 巨幅的那个毛纳路 不好意思啊 我一提到他 我从来不叫他名字就叫毛纳路 一副巨幅的毛纳路的那个画像悬挂在纽约时报的那个大楼前 从这里就可以看过 东山党这些年 用这些那个财富左右了多少 收买了多少美国政界的这种精英 现在呢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党啊 现在基本上在对中共问题上面已经达成一致了 但是呢 在其他的好多问题上面呢 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即使是在美国的这个共和党内部 甚至是在川普的这个执政班子内部啊 还有对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些战略 对现在的外交策略都有重大的分歧 这也是就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美国的博尔顿被炒鱿鱼的事情 但是他正搞笑 那个环石好像还为这个事情很开心啊 对环石在他们发表评论了 说是这个美国的鹰派 你们这个闹够了没有 现在博尔顿这个是鹰派中的鹰派嘛 是这个一只大老鹰啊 现在居然是被川普给炒鱿鱼了 所以环球时报是幸灾乐祸 我倒觉得他是干嘛 他是别人拿着棒子 已经要挥到他头上去了 他还觉得人家是在送好吃的给他的 环石真的真的挺蠢的 我觉得他还没看到这背后的东西 明白你说的什么 我也有同感 也有同感 这个博尔顿呢 他确实是鹰派中的鹰派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 他就是在任何事件上面 在任何这个国际事务当中 对任何美国的这个敌人 他都是要采取极其强硬的立场 包括在叙利亚问题上面 在阿富汗问题上面 在这个伊朗的问题 北韩的问题 委内瑞拉的问题 甚至是俄罗斯的问题上面 他都是主张啊 要进行强力的打击 当然了 他也是啊 对中共他也是主张 要进行强力打击的 但是力量太分散了呢 效果就不太好 川普我觉得他的那个想法 就是把所有的力量 先集中在一块 先擒贼擒王 把中共给干掉了 其他那些小喽啰 基本上也就很好解决 他跟川普之间的这个分歧 川普之所以要把他炒鱿鱼 并不是因为啊 他对中共太强硬了 在这一点上面 他跟川普是一致的 但是在对其他的国家方面 这个态度方面 策略方面 那就不一致了 这是不一致的地方 造成了川普 必须得把他开除了 必须把他炒鱿鱼了 所以说环时日这一次 他们是真是表错情了 是会错意了 他并不是因为 把博尔顿炒掉了 对中国的这个战略 对中共的这种打压 川普就会停止 完全搞错了 而是他把博尔顿开除了之后 川普政权将会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共 他今后对伊朗 他不会展开非常有利的军事或者是政治的攻势 对俄罗斯更是会示好 甚至是在委内瑞拉 在北韩这些方面 他都要用怀柔政策 让他就避免了多线同时作战 避免了四面出击 美国国力再强大 但是你四面出击肯定是对这个国家他不利的 对整个世界秩序也是不利的 消灭敌人 你得分而自知 得各个击破 这是川普的一个战略 这也是博尔顿 为什么这个鹰派中的鹰派 他这一次 居然要被川普这一只大老鹰 要被他踢出潮 就是这个原因 斗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够同时树敌太多 一个一个的来 中共是所有的这些 这个破坏自由世界秩序的 一个背后的一个黑手 你像伊朗后面有中共 这个北韩后面有中共 委内瑞拉后面也有中共 中共给委内瑞拉输送了几百亿美金 俄罗斯对中共并不感冒 但是中共总是要把热脸 要去怼俄罗斯这个冷屁股 给俄罗斯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支持 是不是 所以说这也是把中共除掉了 那么其他的这些专制政权 甚至是这些恐怖主义政权 他们都会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因为没有中共的支持了 他们根本支撑不了 根本没有办法来跟西方自由民主世界 跟这个现在正在崛起的 这些自由民主力量 包括加州的印度 日本 韩国 还有台湾 这些国家来跟他们对抗 根本没有办法对抗 无论是从经济上面 还是从政治实力 还是从军事实力上面 总体来看 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 所以去除中共 这现在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这也是为什么 川普必须得把博尔顿给炒了 对对对 没有了中共给他们提供这种财力上的支持 和技术上的输出 这些极权恐怖组织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能力去跳上跳下 但是中共最大的一个命根子 就在他的钱袋子 川普现在就是要通过贸易制裁 把中共的钱包把它给抛通了 抛通了他的钱包 中共也少 其他那些也就烟消云色 还有什么能量去奉担 你刚才还提到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也丢了工作了 马云 你从国内出来的时间不久 你对国内的这些人 是比较熟悉一点 国内的老百姓一般对马云是怎么看法 怎么说呢 国内的老百姓 因为多年养成了这种购物习惯 对马云是又恨但是又离不了 尤其马云他最大的财富应该是来自于支付宝 这个支付宝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是一个虚拟的银行 跟那个四大国有银行一样 那么在眼下 在眼下这种 那个美国进行贸易制裁的这个大暴 揮舞之下 中共的这个国库啊 其实已经是早已经空虚的 所以呢 瞄上这些国内的这些经济大佬啊 商界大佬啊 是一定会有的 其实在去年前年 好像我们就聊过的 早晚他们都都都会面临这一天 结果呢 现在去好像是去年 王健林已经被那个掐了一脖子 现在马云切得来了 这两个都曾经是中国的首付 对吧 支付宝应当是去年 2018年的时候就被收归国有了 对对对 腾讯的支付也是被收归国有了 嗯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 对 去年是王健林被抢啊 今年的马云下涨了 明年搞不好就是马化腾 因为马云之下 这个基本上财力能够跟他抗衡的 应该就是马化腾 不好意思 这样子跑了 抱歉抱歉 啊没关系 那这个马云呢 我记得去年有一个录像显示出来 他跟柳传志在一个社交场合 有一段对话 那个绝对不是伪造的 因为那个实在是太真实了 两个人那都是这个中国的 国家级的名人 对对对 说说说好像是中毒的那个事情是吧 对对对 马云说 柳传志要马云你怎么这个上来唱一段 马云说今天没心情唱啊 中毒了 然后说差一点死了 但是还是标了一下出口说他妈的差一点死了 后来这个柳传志没有接这个话茶好像是当做是很正常的样子好像是很理解的样子或者说早就得到这个消息了 其实这些人一个个晚上在家里关上门睡觉的时候一个个都睡不着都惶惶不安 他们能够掌握的信息应该说是比外圈外的人更多 所以呢能够了解到的真相啊等等这些东西也更多 对自己将来的命运啊其实是早有预料 但是呢可悲的就是在这种体制之下专政集权体制之下他们也逃不开 即使是像马云啊这样的大名人这样的这个国际知名的这种企业家 中共要想拿他开刀也是有办法的 现在不就是把他给赶下去了吗 那还有一些没有像马云这样有名的那这个境遇啊可能就更为悲惨了 我记得啊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啊曾经有一阵风潮 就是由国有企业或者是政府单位这个国资委 有一些是国家的有些是地方的 他们去大量的去收购那些民营企业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他是这个要发行股票的嘛 你把他的股票买得多了那这个最后就变成国有了 那他怎么样收购他呢 他首先是在各个方面卡住那些民营企业的脖子 比如说银行不给他们贷款了让他的这个资金周转成问题 资金周转成问题的这个营业啊 他的这个生意的这个运作啊就会受到影响 甚至是难以继续这种时候他的这个股票下跌就要大幅度的下跌 有的下跌的就是百分之六十七十那这种时候啊 政府就马上出手来收购他的股票 然后通过这样呢就把这个民营企业实际上是接管了 去年我记得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就说就有四十多家民营企业上市公司 本来运作的不错的突然就出现了问题 突然就被这个国有国之委或者是其他的国营企业被吞并了 这是一个也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对那些虽然很富有 但是呢不如马云这么有影响力啊 这么有名望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家采取这种手段 这也是国进民退的一个方式 这也是啊习近平要从过去的办事全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转化为今后的这个赤裸裸的是这个计划经济的 一个步骤 这个像极了五十年代的那个公私合营啊 对吧公私合营之后很多那个民族企业家 死的死亡的亡都没有一个好下场 实际上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比五十年代的 那遭到的这个暴力手段啊并不少太多 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有一些企业家 他是跟发了大财之后啊 就跟中共整个政权或者是政权里面的某个派系 就产生了冲突啊 有一些企业家他是投靠一个派系 得罪另外一个派系 那当他的这个投靠的那个组织啊 还是在当权的时候他就能风光一阵子 威风一阵子 但是那个组织一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比如说像周永康倒了之后那刘汉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刘汉之前 还有元宝景三兄弟他们可能是没有背景 这三兄弟啊就被一个未遂的 未遂的这个杀人案 说他们三兄弟合谋去要去杀那个刘汉 那为这个案件呢三兄弟都被枪毙了 那么几百亿资产毫无踪迹 不知道是被谁拿走了 这就是中共对待企业家的另外一种方式 讲两个案例啊 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美国的 中国呢就是那个湖南湘西啊 有一个富商叫曾成杰 2012年的时候呢被那个执行了死刑 而且呢他是怎么的 他是其实他没有多大的事情啊 得罪了那个领导啊 也可能是领导主动瞄上了他的资产 因为有一些迹象会会表现出来 然后呢他最坦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在执行死刑的时候 他甚至都没有通知他家人 他在临死之前跟他的儿女 连剑都没见上一面 等到他家人知道的时候 他都已经成了一把骨灰了 然后呢最后他的40多亿资产被当做死 三个亿被拍卖 而且拍下来的就是政府背景的一家公司 这是中国的一个案例 我还想讲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那个911今天不是正好911吗 我们来讲讲一个911的案例 这个911被炸的这个世贸大厦 他的产权是属于纽约港务局的 但是他的经营权 承租了99年给一个犹太人叫拉里 然后呢这个拉里也很有意思 他承租下来以后 他在这个911发生的一个多月之前 他去买了一份投保了一份 美国的没有人买的叫恐怖袭击鞋 这个事情很蹊跷啊 去投保了投保了结果9月11号 那个911事件发生了 保险公司就赔了他一笔钱 赔了他一笔钱之后呢 政府就开始决定计划要怎么去重建啊 等等这个拉里就不肯 不肯呢 他理由很有意思啊 听起来 他说啊 他说这个911呢 前后有两架飞机 前后隔了五分钟 撞向这个世贸大厦 所以呢 他在他的保险期内 他遭受了两次恐怖袭击 保险公司只赔了他一次 还应该再赔第二次 这个保险案子才算是结束 结果呢 老百姓听到这个东西 当时全国悲愤嘛 就骂他 政府也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不像话 但是这个拉里就很有意思 他就说 不要跟我谈别的 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他这话一讲 从官方到明天 大家就悄无分析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说的是对的 宪法确实给了他这个权利 结果呢 这个拉里啊 就打这个官司 打了好几年前后 最后呢 这官司还打赢了 保险公司又第二次赔了他一笔 也就是说两次 总共赔了他40亿美元 所以呢 这个拉里的这个事情 跟中国的这个 曾成杰啊 袁宝景啊 什么刘汉啊 徐明啊 等等这些人 放在一块一对比 中国的这些商人 应该要从这里面看出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今天 在一个没有法治保护的这个状态下 你所有的钱 今天看的是你的 随时随刻 共匪都会把它给拿走 而且呢 是托费摧毁之力 甚至是拿走了你的钱 还要你的命 马云这个事情 应该说 我个人认为 他是算是 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 能够看清楚这些问题 那个钻石断碗 继续勇退 退下 如果要是傻傻傻傻傻的 像徐明刘汉这些人 搞不好 就跟他们一样的像 他连小命都好 您说呢 这次来美国啊 也见到了几个 刚从国内逃出来的企业家 现在呢 他们都是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啊 这个大萨江青的感觉 有一种啊 必须要赶紧逃命的这种感觉 这几个人呢 虽然不是像马云啊 或者甚至刘汉啊 这个元宝景三兄弟 这么有钱啊 这么有名 但是呢 企业家这些人 不能不说啊 他们对中国 有很多人对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啊 是相当相当的清晰的 现在中共的这个经济啊 现在正在急速的滑落 很快就要会出现崩溃的局面 现在的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大家看一看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 跌落的多快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1比7.1比7.2 那很快你就会看到1比10 很快你就会看到1比20 甚至是1比100 甚至是比这个更高 过去曾经在俄罗斯发生过的通货膨胀的事件 一定会在中共管制下的中国会重现 过去阿根廷发生过的通货膨胀的事件 一定会在中共管制下的中国再一次重现 到那个时候你手上的钱有什么用呢 那都是变成了废纸 但是现在这个钱还是有用的 在大变革之前 你把这个钱花在该花的地方 哪些地方是该花的呢 就是你要找你们身边的那些有政治能量的人 有组织能力 有动员能力的那些国内的那些政治精英 民间的政治精英 不是官僚 官僚集团通过过去70年的立淘汰 里面都是溜血拍马 靠裙带关系 靠行贿受贿往上爬的那些如此小人 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政治能量 他们现在在这个体系当中占据了高位 但是他们本身是没有能量的 他是靠这个体制来获得能量 从这个体制里面吸取能量 他们是吸血鬼 但是真正的政治精英是在民间的那些人 他们是可以白手起家的 他们是可以把将来中共垮台之后 释放出来的那些民间的政治资源 把他们组合起来 形成新的政治阵营的 有这样的能量的人 他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木匠 可能是一个电工 他可能是建筑工地上面的一个小工头 但是这些人 他们有大智有能量 跟这些人结合起来 把你们的经济能力和他们的政治能力结合起来 大家一起会创造出非常辉煌的未来 大家要看到这个契机 现在不是投资做生意的时候 现在是投资做政治的时候 要去投资开创者 对吧 对 现在还在投资搞经济 那就是说明这个人完全没有头脑 你看着一个整个经济大船 还在往下沉的时候 你把你自己的货物还在往那个船上装 你这不就是笨到极点了吗 你这不就是对政治的完全的无知吗 在中国对政治无知 你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呢 确实 所以希望这个国内这些工商界的这些成功人士 一定要认清楚这些东西 一定要有前瞻性 要未雨绸缪 要懂得去抓住时机 去投资你应该投资的那些开创者 千万不要再去进行投资去创业啊 等等什么的 今年的这个十一啊 是中共篡夺政权七十周年的这个纪念日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庆祝活动 北京还有大阅兵 说不定呢 今年就会出一点事情 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团队 今天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过去这些天呢 我跟西沙诺 我们都在忙着做这些事情 都在联系国内的这些维权群体 那有一些维权群体是有明确的意愿 在十一这一天呢 要上街的 这一天呢 确实是非常好的上街时间 现在可能政治变革的时机 还差那么一丁点 还差那么一丁点 已经快到临界点了 就差那么一丁点 现在的水呀 已经到了九十九点九度了 还差零点一度就要沸腾起来 但是呢 差零点一度的时候 大家不要去 搞政治活动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以维权运动的形式 来上街 这个时候 今年十一维权呢 是一个天大的好时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中共 它是最敏感的时期 第一个呢 他一定要搞这个排场 来证明他自己的强大 但是呢 他心里面又非常的没底 你深怕老百姓上街违权 让他们呢 面子上挂不住 让他们的这个威信呢 扫地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 他要一尽一却能量 他要来维稳 当然第一步呢 他是要拦着你 不让你出门 不让你上街 形成一个这个大规模上街的正式 但是你真正的 你要是通过他的这个阻拦 真正上街了 他那个时候 他会啊 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 来这个 讨访你们 来平息这件事情 十一的这个时候 他们是绝对不敢杀人的 不会杀人的 这个时候 他如果是采取强力手段来进行镇压 那就是啊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不吉利的 也就是啊 把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国泰民安的这种假象啊 全部给消除掉了 他们就没办法粉饰太平了 所以他一定会用金钱的收买的方式 那我是听说内地的 现在啊 国内的很多的这些官僚机构 他们已经接到了通知 就是啊 省市县这一级的党委 他们这一次啊 都要用怀柔的政策 来对待这些维权群体 让他们呢 不要上街闹事啊 如果是十一那天 真正是有群体上街了 那么呢 他们会迅速的 那要这个派出他们的 就是主要的领导 跟群众去沟通 同时呢 他们也准备了大量的金钱 来平息事件 这次要用钱来摆平 这是他们呢 这个这次定的 这个十一的 维稳的一个策略 这次不能够出现 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甚至是 这个平时那些警察呀 这个对老百姓乱打乱骂的那种场景都不能出现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 你一出现就在网络上马上就传开了 那影响整个国庆的他们的这个国庆的这种气氛 所以他绝对不允许 他们宁愿是花几亿几十亿的这个金钱 来把这一天呢 让他平安的度过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十一这一天 大家如果是想维权成功 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走上街头 一旦走上街头了 那么极有可能你维权的诉求 他们很快就答应你了 还有可能呢 他即使是不答应你整个的诉求 但是他也会用金钱 让你们来买你们一天的时间 这个金钱可能是量很大 我听说现在内部传出来的消息 是每个人上线 就是不要超过五千块钱 一个人上线不要超过五千块钱 但是你保不准哪天他哪个地方 他感觉着这个实在是群体事件的这个规模太大了 隐患太大了 他可能会超出这个上线 来给大家 用金钱上面来安抚大家 所以十一是一个好机会 应该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他们坚持的够久 态度够坚决 突破五千块钱 根本没问题 因为所有的大家都知道 习包子他是 不惜花费无数的彩礼 他就是要那个那个十一的时候 形成这样一个花团紧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任何一个底层的官员 都不敢在这个事情上去触他的眉头 所以只要你坚持 那个足够坚定 你的基本上就是说你的维权数权 他都会答应 即便不答应 他给也会给你很多钱的补偿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对我们全民共证团队出了一些文宣材料 给大家这个约定了一些维权的好地点 这个这一次呢 在北京维权的力度 可能是维权的这个难度可能是最大的 因为北京要搞这个大阅兵嘛 所以说他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全程戒严了 这个是难度非常大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到王府井 步行街的南端去那去聚集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 那么其他的省市呢 也都会有这个维权行动的 这个比较好的地点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最好的地点 就是在你省政府旁边不远的 那些防滑的商业街 尤其是步行街上面 在那个地方聚集 可以啊 这个进退自如 你去了当做是游客 当做是购物者 到那去没有人拦得住你 但是你即使是啊 这个不成功啊 没有太多的人聚集 大家全身而退 那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如果是人聚集的多了 超过了五千人一万人 那么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局势 那个时候啊 大家一起唱国歌 只要大家一起开始哼国歌了 那个时候那事情就成了 如果是声势大的话 大家就马上就向省政府去维权 走几百米 一公里两公里走到了 一边走还可以一边这个招收路边的人来围观 那然后呢来号召其他的网友来参与 那是就越走越大 那如果是没有那个到那个规模 大家就在那儿哼一下歌 然后各自购物回家 全身而退 何乐而不为呢 全身而退 请不吝点赞